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开始我们最后一章的内容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代码写的也挺多的了 这边是我们全部的代码的一个合集,都在这里 其实有时候写代码看着自己写着这样的一段一段的代码 把它们累积起来,然后分门别类的再把它整理好 其实有时候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也能找到这样一种写代码的快乐的幸福的感觉 这样的话你才能在写代码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把写代码当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这个是一点错都没有的 但是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能够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能够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兴趣和爱好 那么往往这样的一种想法会给你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你想成为某一块技术,某一个语言 甚至是更加细分的某一个领域的专家的话 那么必然就不能仅仅只把这个写代码当做是某生的一个手段 你必须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持之以恒的精神去不断地去研究它 相反它也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快乐 然后你才可能有机会成为某一块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那么在这个章节之前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章节都是我精心设计的 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从入门到进阶的这样的一个主线 再给大家一步一步地讲解和分析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基本上我们之前的章节涵盖了绝大多数 我们经常要使用的Python的知识点 当然我们诚实地来讲任何一个语言 它的这样一个细节的知识是非常多的 我们不可能依靠我们前面的这一部分内容 把所有的知识点都给覆盖上了 但是为什么这些知识点被我选到了这名课程里面来了 这是结合我多年编程的一个经验 只要你能够很好地掌握前面我所讲的这样一些知识 那么你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这个基础可以满足你不断地自我去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我认为这个能力远比把所有的知识点都罗列出来 要重要很多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章节 我们的这个章节不同于之前的这样一条主线 主线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脉络的 那么我们这个章节我想更多的是我的一个自由发挥 我会把我在平时在工作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的Python的一些灵活的写法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Python会把它给扎到这个章节里面来 所以说这个章节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名字叫做Python一颗Python杂记 什么是杂记呢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在这个章节里出现 好那么在本章里面 所有的小节都不再有这样一个小节的一个序号 每一个小节都以它的小节名为这样的一个标识 然后每一个小节名都代表着一种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吸引好玩的Python的一个知识点 好那么我今天先录几个小节的这样一个Python的一个知识 然后这个课程就暂时先结束了 然后前面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也基本上体现了 我去开始了这样一个整个课程的一个架构 可以让大家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自学的能力了 那么这个课程在暂时完结之后 后面不仅仅的是Python这个章节可能会有补充 然后我们的主线章节 然后我会再把整个的这个课程从头到尾再看一点 如果我感觉到哪个地方是有必要再补充的话 主线章节也有可能会再增加一些内容 我还是坚持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是我多年做这个产品或者是会员网产品的一个观点 产品是要打磨出来的 那么这个产品并不仅仅的是只包括我们看到的 我们用到的这样的一个手机上的应用程序 或者是我们的网站等等 这个产品也包括我们的课程 课程还有我们做的项目 其实都是属于产品 你想做出好的产品 那么就种在大磨这两个字上面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处而就 一下子就可以把它给做好的 好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提问区里面 多提一些有意义或者是有价值的问题 以及一些对课程的建议 我们争取一起齐心协力 把这个课程打造成一个Python的经典的入门课程 好那么如果大家有对这个课程提出建议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建议全部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因为视频它毕竟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长限制的 但是我会综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建议 适当的对我们的课程进行一些补充 好所以说我是不能够给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你比如说像这个Python里的异常处理 这个是我后面读重的一个内容 异常处理的这个看似简单 但是如何用好异常 以及异常的一些使用的规范 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必要要来讲一下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这节课就作为一个我们新篇章 这个Python里和Python长记的一个导致 单独的作为一个章节 好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更精彩的内容在后面 我们下节课看 milk oil 一些 调鹈 49 你看 비